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且我们正在写先生后人在大地的这本书 继续我们由圣灵的流游去到我们先关系后事宫 继续圣灵的流游到先关系后事宫 先关系后事宫其实是讲不完的 先关系后事宫其实是讲不完的 到今天这一篇信息我要讲的 都是可以放入先关系后事宫里面 到今天我要讲到的这一篇内容 也可以放进去先关系后事宫的里面 结果我们很多人的生命都被提升 所以结果让我们很多人的生命都被提升了 所以2015年是一个不容易过的一年 虽然2015年是一个不容易过的一年 国际局势各方面都不是那么好 不管是国际局势方面都不太好 但是我们大家的生命却是提升了 可是我们大家的生命确实在提升当中 我们要为2015年感恩 所以我们要为2015年来感恩 我们把祭祥给耶稣 那来到2016年 究竟今年大家能够预期什么呢 那到底今年我们大家可以预期些什么呢 我相信神仍然要提升我们的生命 我相信神仍然要提升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核心价值会继续被发展 我们核心的价值会继续被发展 我们每个人的生量会继续不停地进步 教会会更加的荣耀 其实教会是不是能够得到最大的荣耀 也都看我们的生量 2016年 2016年 是怎样的一年呢 是一个怎样的一年呢 我们一起来看 诗篇第1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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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诗篇第16篇 我的题目是甜美2016 今天我领受神跟我们教会 跟我们每一个人说 今天我领受神跟我们教会 跟我们每一个人说 2016年是我们甜美的一年 2016年是我们甜美的一年 甜美的意思就是sweet 甜美的意思就是sweet present 是很甘甜 是很甘甜的 是很开心的一年 是很开心的一年 是喜乐的一年 我们贴心仙芝也都有祷告 那我们的贴心牧师也有祷告 他也提到2016年我们会进入一个喜乐 他也提到2016年我们会进入一个喜乐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诗篇是神给我们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诗篇是神给我们的 我会跟大家解开1611的新的奥秘 究竟什么是1611呢 到底什么是1611呢 我们讲完这个道大家就知道了 我们讲完这篇道大家就知道了 第一点我要讲的是 甜美2016从投靠神开始 第一点我要讲的是 甜美2016从投靠神开始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 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 不在你意外 轮到世上的性民 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 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 不在你以外 轮到世上的圣名 他们又美又善 是我最喜悦的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仇苦必加憎 他们所消敌的血我不献上 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命好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仇苦必加增 他们所交淀的血我不献上 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这四节圣经我要分享是 甜美2016从投靠神开始 这四节圣经当中我要分享 就是甜美2016从投靠神开始 这一篇诗篇的作者是一个利美人 这一篇诗篇的作者是一个利美人 他写成的年代是在秘鲁之前 他所写的年代是在秘鲁之前 就是圣殿仍然在的时候 就是圣殿仍然在的时候 圣殿仍然是有祭祀的 圣殿仍然有祭祀 但是当时有一些人 他们是除了拜耶和华神 他们也都会拜加南地的偶像 可是当时有一些人 他们除了拜耶和华神 他们也会拜加南当地的一些神 而这个利美人 他面对一个危机 而这个利美人 他就面对一个危机 可能是他的疾病 或者是会导致他死亡的一些攻击 或者是一些会导致他死亡的一些攻击 在这个时候 甚至是做利美人的服侍 他都做不了 在这个时候 甚至他要当利美人做这个服侍 都不可能了 所以第一节就提到 神啊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你 所以第一节他就提到 神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你 这个利美人 他来到神的面前 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 我投靠你 这个利美人 他来到神的面前 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你 假设我穿的这件衣服 是利美的衣服 假设我穿的这个衣服 是一个利美的衣服 这个利美人 这个时候 他都服侍不了 这个时候 这个利美人 他都没办法服侍了 他就脱去利美的衣服 他就脱掉他利美的衣服 他不能够再这样去服侍神 他不可以再这样来服侍神了 他就来到神的店当中 他说 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保佑我 耶和华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你 耶和华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你 我以你为我的避难所 我以你为我的避难所 我需要你的保护 我需要你的保护 我什么都做不到 我什么也做不来了 我很痛苦 我在困局里面 求你保佑我 求你保佑我 他似乎是面对一些的攻击 他似乎是面对一些的攻击 或者是面对一些很重的疾病 或者是面对一些很重的疾病 他说你保佑我了 他说你保佑我吧 我需要你环绕地来看着我 我需要你环绕地这样来看着我 当这个利美人 利美人其实他是服侍神 全职服侍神的人 这个利美人其实他是一个全职服侍神的人 他是没有他的产业的 他是没有他自己的产业的 在以色列人当中他是没有分地的 在以色列人当中他是没有分地的 耶和华就是他的产业 耶和华就是他的产业 这个时候他又面对攻击 这个时候他又面对攻击 他就来投靠神了 他就来投靠神了 神啊我投靠你 他说神啊我投靠你 但当他这样投靠神的时候 可是当他这样投靠神的时候 其实就在圣殿里也都有其他的人 其实当时在圣殿还有其他的人 这些人就是我所讲的 这些人呢 他们除了拜耶和华神 他们也都会拜别的神 这些人就是我所说的 他们除了拜耶和华以外 也会拜别的神 这些人就跟这个利美人说 这些人就跟这个利美人说 他说利美人啊 你看一下 你跟你自己说 你看一看 你跟你自己说 你自己也这样说过 耶和华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 不在耶和华以外 耶和华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 不在耶和华以外 耶和华是你的主 你的好处 不在神以外 耶和华是你的主 你的好处 不在神以外 是的 你可以这样说 是的 你可以这样说 耶和华真的是你的主 他会给我们的好处 耶和华真的是你的主 他会给我们好处 可是你看看你自己 现在你面对困局 现在你面对困局了 你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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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好处都离开你 很多的好处都离开你了 轮到世上的圣民 轮到世上的圣民 轮到世上所有拜其他神的人 轮到世上所有拜其他神的人 这个圣民可以翻译为Holy Ones 这个圣民可以翻译成Holy Ones 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 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 但是这个特别是那些拜偶像的以色列人 可是呢 特别是指那些拜偶像的以色列人 亦都是指那些偶像的权势 也是指那些偶像的权势 在地上的 圣经特别说他们是在地上的 圣经特别说他们是在地上的 轮到他们就是在地上的这些圣民 轮到他们就是在地上的这些圣民 很强调他们这个字 很强调他们这个字 所以就不是指一些的以色列人 所以不是指一般的以色列人 而是指那些有撒旦背景的 有偶像背景的 假神背景的那些的人 而是指那些有撒旦 有偶像 有这些背景的人 轮到这些的人 他们又美又善 是我喜悦的 他论到这些人 他们又善又美 是我所喜悦的 这一个的人 他其实自己都是拜假神 这个人呢 他其实自己也是拜假神 他论到这些假神 论到拜假神的人 论到这些假神 这些拜假神的人 你美人啊 你看看 另一位人啊 你看看 他们又美又善 他们又美又善 是我喜悦的 又美又善 就是他们很高大 又善又美的意思就是 他们很高大 高大得好像神一样 高大的好像神一样 这个字就是说 他很大很大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他很大很大 大得好像神一样 他们又美又善 他们又美又善 但是看看你 你什么也没有 你单单投靠神 你单单投靠神 不如投靠其他神吧 这个是魔鬼的声音 这个是魔鬼的声音 当一个人很软弱的时候 当一个人很软弱的时候 他面对神 其实仇敌都会跟他说话 其实仇敌也会跟他讲话 可是同时 也有祭司 因为圣殿的祭司 也有祭司 圣殿里面的一个祭司 跟他讲话 这个是圣灵的声音 这是圣灵的声音 当一个人 他在软弱当中 他会听到仇敌的声音 但是很感谢神 圣灵也都会跟他讲话 当一个人很软弱的时候 他会听见仇敌的声音 可是很感谢神的 圣灵也会跟他讲话 圣灵就跟他讲 圣灵就跟他说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仇苦 必加征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仇苦 必加征 他们所消电的血 我不献上 他们所交电的血 我不献上 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圣灵的声音 透过这个祭司 就跟这个利美人说 圣灵的声音 透过这个祭司 就跟这个利美人说 圣灵所说的 圣灵所说的 那些拜偶像的人 他们又善又美 但是呢 神跟这个利美人说 可是呢 神就跟这个利美人说 利美人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仇苦 必加征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 他们的仇苦必加征 他们跟从别神 他们追随别的神 他们换来的是仇苦 他们跟从别神 他们追随别神 他们换来的是仇苦 你现在看来 好像什么好处都没有 你现在看起来 好像什么好处都没有 但是如果你跟从别神 你是仇苦的 可是如果你跟从别神 你其实是仇苦的 而我们祭司利美人 应该是怎样呢 而我们祭司利美人 应该怎么样呢 我们不要献上 我们的手不要献上 给假神的那些祭 我们的手不要献上 那些给假神的那些祭物 他们所消电的血 我们不献上 他们所交电的血 我们不献上 我们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我们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这个是我们利美人祭司的职份 这个是我们利美人祭司的职份 你不要提别神的名号 你不要提别神的名号 你不要向别神来献祭 你不要向别神来献祭 你也不要去追随别的神 否则受苦必加增 这个利美人去听到仇敌的声音 也都听到神的声音 这个利美人他听到仇敌的声音 也听到圣灵的声音 他心中就要考虑了 他心里面就要做一个考虑 他心中要胜过仇敌的声音 他心里面要胜过仇敌的声音 他心里面要胜过自己里面的痛苦和不快 他心里面要胜过自己里面的痛苦和不快 他要胜过自己的艰难 这是需要神的恩典的 但是他就在那里挣扎了 兄姐妹 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来投靠神 在投靠神的过程中 我们会看到仇敌要把我们拉走 在投靠神的过程中 我们会看到仇敌要把我们抓走 在这个时候我们很感谢神 同时会有圣灵跟你说话 当圣灵跟你说话 我们要听我们就可以带来改变 当圣灵跟你讲话的时候 我们要听我们就会带来改变 最近我们在族长退休里面 我分享到一样东西 最近在主长的退休会里面 我就分享了一样事情 这些族长也都将我们 如何有MG12这个架构 那个由来用气地做出来 我们组长也把我们为什么会有MG的架构 这个由来演戏一般的演出来 在03年的时候我和师母是为了MG12的架构 我们是不能够决定这件事 我们讨论了整个三个月 在03年的时候我跟师母 我们不能决定到底要不要MG这个架构 我们就讨论三个月 师母觉得除了G还要有M 师母觉得除了我们牧养G以外 还要牧养M 而我觉得牧养G已经耗费我所有的精力了 我做不到再牧养M 可是我就觉得牧养G的组长 已经耗费了我很多的精力 我不可能再牧养M的组长 因为原本在G12的架构里面 就是每人牧养12个 因为原本在G12的架构里面 就是每人牧养12个 我觉得12个要带12个门徒 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 那我觉得要带12个门徒 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 耶稣都是带12个门徒 耶稣也只是带12个门徒 所以要我带M 就是要带24个门徒 所以还要带M的话 那就是24个门徒 那我们两个人加起来 你又24 我又24 我要带你48个门徒 那我们两个加在一起 我有24 你24 那加起来就48个门徒 在G12的架构里面 是行不通的 在G12的架构里面是行不通的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 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开组 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开组 如果又有M又有G 就一个星期M 一个星期G 如果又M又G的话 就是一个星期M 一个星期G 每个星期都在开组 那就每个星期都在开组 那同工也是 那同工也是 这些小组长 有一个星期M 有一个星期G 那其他小组长 难道也是一个星期M 一个星期G 又要one up 又要one down 所以整个星期都在开组 那就整个星期都在开组 这不可能 我们男人 我们男人就很执重那个架构 那我们男人是很注重那个架构 但是女人就不是这么想的 可是女人就不是这么想的 女人就理你什么架构 他都不管的 他就不管你什么架构 他都不管 他有感动是这样 今天最好了 他有感动是这样 这就最好了 他就想很多东西 看很多东西 我们就想一样东西 但是要很整体 我们就想一样东西 可是要很整齐 女人就想很多东西 但是不拉根 都没有所谓的 女人想很多东西 可是没关联也不要紧 但每一样东西都是这么重要 可是每一样事情都那么重要 但我们男人就不通的 过不了自己 这样的男人就不通 我们就过不了自己 所以我说 不可能这样的架构上不通 系统上不通 所以我就说 不可能这样架构上不通 系统上不通 我自己时间上也不通 我自己时间上也不通 但是师母看到一样东西 那些M 他没有办法直接来跟牧师的时候 是艰难的 但是师母看到一个东西 就是那些M 如果不能直接来跟牧师的话 是艰难的 譬如如果特首梁振英 要来到我们小组里面 来到我们教会 比如说特首梁振英 他真的来我们教会的话 那你叫他做第六代的小组长吗 难道你叫他当第六代的小组长吗 是不是 为什么不让他成为第一代呢 那为什么不让他成为第一代呢 那我又去想 那我又去想 但是架构上当然是想不通的 那当然架构上是想不通的 所以我们就坚持了三个月 所以我们就争论了三个月那么久 讨论来讨论去 讨论来讨论去 师母对我的声音就从老公 那师母对我的称呼呢 就从老公 去到阿sir 变成阿sir 去到喂 然后到喂 哇 真是 他又不开心我又不行 那他也不开心我也搞不好 那怎么样我真的很辛苦 那怎么办呢我真的很辛苦了 那我们就强烈沟通 那有一次我们就强烈沟通 那有一天晚上沟通得很晚 有一天晚上沟通得很晚 那一天晚上就不能睡 那应该怎么办呢 那于是我就出去跑步 所以我就出去跑步 其实跑步是我们两夫妻 如果面对吵架的时候 是我最后一招来的 其实跑步就是我们两夫妻 如果吵架是我最后的一招 其实就是让我自己冷静 让我里面的不开心那些的激气 发泄出来 让我里面的那些不开心那些的生气 可以发出来 那那天晚上出去跑步了 那那天晚上出去跑步了 已经是十二点多一点了 已经是十二点多一点钟了 那又下雨 又下着雨 那我也不管了 那我也不管了 穿着球鞋就去跑步了 跑啊跑啊跑 在北角那里跑上山再跑下来 在北角跑上山又跑下来 兜了很久 我想都不知道跑了多少公里了 跑了 也不知道跑了多少公里了 这样一路跑的时候 就一直跑的时候 就是天父啊 我就说天父啊 为什么把这个女人给我 哎呀真的好烦啊 哎呀真的很烦啊 不可能啊 根本没有理由的 不可能啊 根本没有理由的 真是岂有此理啊 真的是岂有此理 那也都不通的 怎么讲也不通 我就在那儿向神发牢骚 我就向神发牢骚 那神就跟我说 然后神就跟我说 不是我给你的 不是我给你的 是你自己选的 是你自己选的 跑完回来 那都算了 我坚持了几个月 哎算了吧 坚持了几个月 那神就说 没有事情是不可以的 没有东西是不可以的 那我就说 好了我回去试一下 所以我就说好吧 我回去试试看 既然老婆这样坚持 既然老婆这样坚持 我们关系很重要 我们关系很重要 不要为了MG12的架构呢 而搞到跟老婆的关系不好 不要为了MG12的架构 搞得跟太太关系不好 这个是圣灵的声音 这是圣灵的声音 所以我回去就想跟师母说 所以我回去就想跟师母说 那原来师母在家里面 他也都同样神跟他讲话 可是呢原来师母在家里面 同样的神也跟他讲话 老公这样坚持 如果你的丈夫这样坚持 他做不到就算了 他做不到就算了吧 就放下吧 那我们大家都预备放下 那我们大家都预备好放下 结果我跑完步回来 大家就聊 大家都愿意放下 那就大家就开始一起祷告 那我们就大家就开始一起祷告 那我们就决定 是尝试做MG12 可是我们就决定尝试做MG12 所以我们感谢神 今天我们有很多的M族长起来 我们很感谢神 今天我们就有很多的M族长起来了 我们的牧羊是真的超出了G12 我们的牧羊真的超出了G12 我们给掌声耶稣 我们把掌声给耶稣 我们真的会有这个争战的时候 仇敌会跟我们说话 圣灵都会跟我们说话 我们真的会有这种争战的时候 仇敌会跟我们讲话 圣灵也会跟我们讲话 但是我们是必定可以得胜的 可是我们是必定可以得胜的 那我们小组长的月术祷告会也是 那我们小组长的月术祷告会也是 我跟师母搬两张椅坐在上面 我们向大家发个蓝波和绿波 我们跟师母搬了两个椅子上来 我们就向大家发了一个蓝色球 一个绿色球 小组长们 你听到牧师 看见牧师师母这样的时候 小组长们 你们听到牧师师母这样的时候 你同时都可以是听到仇敌跟你讲话 你也可以同时听到仇敌跟你讲话 有没有搞错啊 你这样做牧师师母 有没有搞错啊 你们这样当牧师师母的吗 我们肯做小组长已经益了你了 你还要这么多要求 我们肯起来当小组长已经是便宜了你了 你还有那么多的要求 你可以很多的吉利古鲁 你里面可以很多的吉利古鲁 但也都有圣灵跟你讲话 可是也会有圣灵跟你讲话 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呢 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呢 是不是可以再好一点呢 是不是可以更好一点呢 我们的生命又如何呢 我们的生命又如何呢 我很感谢神 我们小组长都愿意听圣灵的声音 我很感谢神 我们的小组长们都愿意听圣灵的声音 结果我们得胜 结果我们得胜 于朔土国会之后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身量都改变 小组亦都改变 我相信约束打官会以后 每个人的身量都改变 小组也改变 感谢主 为大家鼓掌 我将荣耀归给神 我第二点要讲的就是 甜美2016 在神同在中得着 我第二点要讲的就是 甜美2016 在神同在中得着 第五节至到第八节 第五到八节 于我说是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份 我所得的利为我持守 用成良给我的地界坐落在 皆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燕花是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份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用神粮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加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第一小点 是以神的同在为满足 第一小点是以神的同在为满足 这个利美人 他就起身了 这个利美人他就起来了 他就宣告 以我话是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份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他就宣告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份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利美人他就以真是甘心的 满足于以以我话 为他的产业 为他杯中的份 这位人就真的 他就甘心了以耶和华为他的产业 为他杯中的份 并且他将他的一切 包括他的生活 他所有的 都是交托给神 所以他说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而且他就把他的一切 就甘心了 被神所用 所以他才说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并且他甘心于 神 是良给他的一切 而且他就甘心于神 所良给他的一切 用神良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皆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用神良给我的地业 坐落在加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他甘心于神良给他的地界 他就甘心于神良给他的地界 其实神没有把地界良给他们 其实神没有把地界良给他们 因为他们是没有得产业的 但是神将自己良给他们 可是神把自己良给他们 所以他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所以他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就是我的耶和华实在美好 他们没有地 可是他们有耶和华的名字 他们可以奉耶和华的名字 去祝福人 这个就是利美人 他就满足于神的同在 他就满足于神的同在 他说你用神良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皆美之处 他说你用神良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加美之处 加美之处就是一个甜美的地方 加美之处原文就是甜美 加美之处原文就是甜美 你用神良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加美 他说你用神良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加美之处 就是那个其实就是神的同在 其实那个就是神的同在 所以我说他在神的同在里满足 所以我就说他在神的同在当中满足了 当他在神里满足的时候 他就是能够很甜美 当他在神里满足的时候 他就可以很甜美了 第七、第八节 他说他活在神的同在中 他讲到他活在神的同在当中 他能够以神为满足 他活在神的同在里面 他可以以神 或者当时他能够走出去的困境 他就进入一个甜美的地步 他可以活在神的同在当中 当他遇到困境的时候 他就可以走出来进入一个甜美的地步 他说我必称重那指教我的耶和华 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 他说我必称重那指教我的耶和华 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 我在困境里面耶和华你指教我 你怎么指教我呢 你怎么指教我呢 你跟我说以别神的命 你追随别神 以别神代替神 是他受苦的 你指教我 就是说追随别神 以别神为神的 他是受苦的 于是我就明白了 我就起来称重耶和华 所以我就明白了 我就起来称重耶和华 我的心肠在夜间里面 警戒我不要去追随别神 他就起来活在神的同在里面 他就起来活在神的同在里面 他就说我把耶和华上摆在我面前 因他从我右边便不自动摇 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自动摇 所以他就活在神的同在里面 他就将神摆在他的面前 所以他就活在神的同在里面 他就把神摆在他的面前 而且是常摆在他面前 他不断地将神摆在他的面前 他不断地把神摆在他的面前 神就在右边来保护他 他就不会动摇了 当他把神摆在他面前 神就在他右边来保护他 他就不动摇 神指教他 他又活在神的同在里面 他就不动摇 并且胜过一切的难关 当这样神指教他 他又活在神的同在当中 神就保护他 去度过一切的难关 在神的同在里面 我们能够是进入甜美 在神的同在里面 我们是可以进入甜美的 我记得我们 我记得我们买富力的时候 是2008年 我是讲私人座 我讲的是私人座 我是讲私人座 当时2008年 一个崇拜 我们在一楼的崇拜里面 在拜堂崇拜当中 当时2008年 我们在楼下一楼在崇拜的时候 神很同在 神很同在 我就听到楼上好像有声音 楼上有声音 有人走的声音 我就听见楼上有声音 好像有人走过的声音 圣灵就跟我说 树梢上面有脚步声 他说树梢上面有脚步声音 神说要把这个地方给我们 神说要把这个地方给我们 于是我就立刻叫我们的弟兄 我们开始去买 现在 就是二楼私人座的地方 所以就打电话给我们一个弟兄 我们就开始准备要买 我们现在私人座的这个地方 但是对方业主不肯卖给我们 可是对方业主不肯卖给我们 他觉得他要用这个地方变成老人院 因为他要把这个地方想变成一个老人院 就是将业园上的私人座 之前他要将它变成老人院 所以他就在那里倒水泥了 就是因为他想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养老院 所以他就开始在这里 他们不肯卖给我们 弄这些水泥 他不肯卖给我们 到最后没办法 到最后没办法 他要将他已经申请老人院的牌 他已经在申请这个护老院的牌照 但是他的工程做了很久 可是他的工程做了好久 做了一个地步 是2008年的时候 我们在楼下 是要用70个水桶来接水 大家记得吗 我们2008年的时候 我们在下面要用70多个水桶来接水 大家记得吗 哇 真的很艰难 那时候真的很艰难 就是那时候是我们教会很大的考验 那时候在我们教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大家回来崇拜里 旁边有水桶在那里滴下滴下 大家来崇拜的时候 旁边就有一个水桶 我们很艰难 我们很艰难 但是我们有神的同在 可是我们有神的同在 神叫我们去买 神叫我们去买 但是对方又不买变成有感 可是对方又不卖 而且又漏水 所以我们感谢神 最后我们感谢神 因为他的水流到我们下面去 因为他的水流到我们下面去 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水 总之二楼的水流到一楼 反正就是二楼的水流到一楼 拿不到牌的了 然后我们的弟兄就跟他说 你拿不到牌照的了 并且你不断流水 这个流水没得解决的 而且你不断地漏水 这个漏水解决不了的 最后这个业主就说 好了就卖给你了 并且赔你一百万 然后最后这个业主说 好吧就卖给你了 赔你一百万算 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 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 在我们的艰难当中 在我们的艰难当中 我们依靠神 我们依靠神 并且跟从神 以神为我们的满足 而且跟从神 以神为我们的满足 我们就大家一同经历 将私人座买了下来 我们就大家一同的尽力 把私人座买下来 买私人座是很重要的 买私人座是很重要的 是黄色的架布 私人座这个地方 以前是色情场所 是disco 以前是disco 曾经也是两个电影院 曾经也是两个电影院 放三级电影 放一些黄色电影 但是感谢神 现在这个地方 变成放一些属神的电影 感谢神 现在这个地方 变成放一些属神的电影 昨天晚上我们有几十人信耶稣 昨天晚上我们有几十人信耶稣 在电影当中 以前是被仇敌利用的 今天他叫做被神使用 以前这个地方是被仇敌利用的 今天被神使用 所以大家要摸摸这个地下 所以大家要摸摸这个地下 扶去 扶去 扶丽二楼啊 你聪明 跟他说 扶丽二楼 你做得很好 神救赎你 神使用你 神救赎你 使用你 成为国度的一部分 成为国度的一部分 我们将掌声归给神 我们掌声归给神 在神同在里面 我们能够将那些艰难 变成甜美 在神同在当中 我们可以把艰难变成甜美 最后我要讲第三点 在2016 甜美 2016 在神拯救中展现 最后我要讲 甜美2016 在神的拯救中展现 第一点 信神拯救而喜乐 第一点 信神拯救而喜乐 第九第十节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因为你必不将 我的灵魂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柳坏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因为你必不将 我的灵魂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小坏 这个令人很开心 我的心欢喜 我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这个令人很开心 他说 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我好像没有自己的地业 我好像没有自己的地业 但我有艳华的名 艳华是我杯中的份 可是我有艳华的名 它是我杯中的份 所以我可以安然居住 所以我可以安然居住 我心灵欢喜快乐 我进入一个喜乐里面 我的心里欢喜快乐 我进入一个喜乐的里面 虽然我没有地上的 那些拜偶像的人 那些物业 虽然我没有那些 地上拜偶像的人 那些人 他们的物业 但是我有神 可是我有神 我是安然居住 而拘地却是受苦的 而他们却是愁苦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必不将我的灵魂 撇在阴间 也不叫他的圣者见 因为他必不将我的灵魂 撇在阴间 也不叫他的圣者见小坏 我是耶和华的圣者 我是属于神的 我是属于神的 他不会叫我死的 他不会叫我死的 我是属于神 他不会将我灵魂 撇在阴间 他必定拯救我 无论什么艰难 他都会拯救我 他必定会拯救我 他不会把我的灵魂 撇在阴间 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 他一定会拯救我的 接下来2016 虽然有艰难 神必定拯救我们 神必定拯救我们 而在神的拯救当中 我们会经历2016的甜美 而在神的拯救当中 我们会经历2016的甜美 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 在很多生命的关 就是一个阶段进入 另一个阶段里面 其实仇敌都是很想 很想将我拉到阴间 其实很多阶段的转换 那些当中 其实仇敌常常想把我 拉到阴间里面去 我中学毕业 我中学毕业 去游泳 去游泳 就是在西贡海那个地方 我是在那个西贡海那边 在海上飘了两个小时 在海上飘了两个小时 被水流冲了出去 被水流冲出去了 但是不死得 可是死不了 后来我一个同学 他带着潜水桶 就是这样来把我拉回去 后来我一个同学 他是带着氧气桶 把我拉回来 因为我们一起去玩 图手潜水 他就是学潜水 他就有了器具 我就没有了 因为我们一起去玩潜水 他学那个东西 他有所有的器材 可是我没有 我就在水面上 哇 是这样 又抽筋了 又不动得了 就被水冲去 我就在水面上 因为又抽筋 又冻不了 所以就被水冲走了 中学大学毕业 我就去爬山 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去爬山 去爬向阳山 去爬向阳山 结果又差点遇到山难 结果差点遇上山难 差点又没命了 好了 再大一点 好了 再大一点 我神学毕业 我神学毕业 去温哥华 在温哥华 神学毕业 跟我太太 跟我父母 就开车去Calgary 从温哥华开去那个地方 神学毕业的时候 就跟太太 还有我的岳父岳母 我们就开车 想去Calgary 开回来的时候 就很累了 回来的时候已经很累了 又在落波 又弯弯弯弯的 又走下坡 又在弯弯弯弯的路上 结果自己跟着部车 跟着全车都睡了 我自己都睡了 结果跟着前面的车 走着走着 全车都睡着了 我自己也睡着了 突然间我听到 为什么有些东西 挂着我的车底的 发发发的声音呢 突然间就听见 好像有些东西 挂到车底 发发发的声音 突然间醒过来 突然醒过来 他已经离开了道路 已经到了悬崖旁边的草地上面 如果再冲去 那就是一个万丈的 我马上拧抬 回头 我就马上的 扭那个方向盘回头 我相信是万分之一秒 我相信是万分之一秒 醒去万分之一秒都不行了 就冲了下去了 如果醒完了万分之一秒 可能已经冲下去了 整个人的汗 就这样飙出来 都不会再睡了 整个人全身都冒汗了 根本再也睡不着了 真是很险 真的是很险 差点又冲到深渊 差点就冲到深渊里面去了 当我神学毕业了 就是面对这件事 就面对这样了 当我是在爱修园毕业了 当我在爱修园毕业了 我们要由三藩市开车 去到温哥华 我们要从三藩市开车 回温哥华 师母开车 报车又失控了 爆胎失控 车子突然间轮胎爆了 在高速公路里 在高速公路里 整一百一十二十公里 这样的速度 一百二十公里的速度 就在那滑转 神保守我们 来到回来 在台北要回来香港 最后从台北要回来香港 师母又突然之间血崩 师母也突然间血崩 那个血压去到四十五十 那个血压到了四十五十 神拯救他 神拯救了他 兄姐妹 神必不叫他的圣者 建楼崴 必不叫他的圣者 建朽坏 必不把我们灵魂 撇在阴间 神必定拯救我们 神必定拯救我们 但是这一切的经历 我今天想回头 其实是很甜美的 但是这一切的经历 我今天想回头的时候 真的是很甜美的 在神的拯救里面 我经历神的甜美的作为 在神的拯救里面 我们经历神甜美的作为 我才知道仇敌 真的要拿我命 但是神不断保守我 我才知道仇敌 真的是拼命地要我的命 可是神不断保守我 在我每一个生命的 进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 都会面对危机 在我每一个生命 要进入新的阶段的时候 都会面对危机 但是神拯救我 可是神拯救我 最后一点 展现生命之道 最后一点 展现生命之道 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 我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 有永远的福乐 在神面前 去指示我要走的道路 我在艰难里面 但是神指示我生命之道 在神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当我走在生命之道的时候 我就有满足的喜乐 当我走在生命之道上面的时候 我就有满足的喜乐 我可以穿起我的衣服 去服侍神 去跟从神 来服侍神 来跟从神 在神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神的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而且我的生命 我的步骤 是充满喜乐 Fullest of joy 而且我的生命 我的步调 是蛮有喜乐的 喜乐的原文 其实就是很轻快的意思 喜乐的原文 其实就是很轻快的意思 就是你可以很轻松的 就是你可以很轻松的 而不是受苦 而不是愁苦的 不知道阿Dino 能不能做到这一刻 这样 这个没什么难度 我们可以这样跳舞 我们可以这样来跳舞 这样去服侍神 这样来服侍神 有满足的喜乐 有满足的喜乐 并且在神的右手中 是有永远的福乐 福乐这个字 就是甜美的意思 而且在神的右手中 有满足的福乐 福乐这个字 就是甜美的意思 在神面前 我们满有甜美的 在神的面前 我们是满有甜美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诗篇 是神跟我们说的 2016 在第6节 用神粮给我们的地界 坐落在家美之处的家美 第11节 在你右手中 有永远的福乐 福乐这个字 又是家美 是同一个字 所以第6节 第11节 都出现家美这个字 所以第6节 第11节 都同样的出现 家美这个字 所以其实是 家美611 所以其实是 家美611 6节11 那诗篇16篇 总共又有11节 所以诗篇16篇 总共又有11节的神经 所以是1611 所以是1611 第一节很重要 第一节很重要 是投靠神 所以投靠神 第6节又很重要 第6节也很重要 因为神用神粮 给我们的地界 坐落在家美 因为神用神粮 给我们的地界 坐落在家美之处 我有这个信心 神就好同在 我就进入甜美 我有这样的信心 神也很同在 我就进入甜美 为何我能够 进入甜美呢 因为在神右手中 有永远的甜美 为什么我可以 进入甜美 因为在神的右手中 有永远的甜美 就是第11节 就是第11节 所以是1611 所以是1611 在16年 神跟我们每个人说 所以在16年 神跟我们每一个人说 我们会有甜美的2016 我们会有甜美的2016 如果我们能够把 用这个信心继续往下行 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信心 继续往下走 走在这个生命之道上面 就是有困难 我们就投靠神 就是有困难 我们就投靠神 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 而且我们投靠神 是因为我们跟神 有很好的关系 而不是因为 我们要有物业 要有财富 不是 神就是我们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我们看重跟神的关系 我们投靠他 他必定不会撇弃我们 他必定不会撇弃我们 我们就能够进入甜美当中 如此是甜美2016 所以就是甜美2016 如果我们继续走下去 都会去到甜美2017 我们继续走下去 我们也会进入甜美2017 甜美2018 2019 恩怒下去 一直的下去 直到我们回天家 直到我们回天家 Amen 愿诗篇16篇成为我们的生命的 愿诗篇16篇成为我们生命的 好顶尖默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耶和华我的神 你是我的神 我的好处 不再意乱 你是我的神 我背中的疯 我所得定 你为我吃着宠 耶和华我的神 你是我的神 我的好处 不再你意义 不再你意义 你是我的神 你是我的神 我背中的疯 我所得定 你为我吃着宠 我将耶和华 相败在我面前 吟吟在我右边 我便不知东洋 我的心欢喜 我的心快乐 我地入神 也要安然去处 我将耶和华 常败在我面前 因你在我右边 我便不知东洋 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手中 有永远的福乐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请我们快乐 轻轻地继续唱 请我们的师班 继续轻轻地来唱 大家眉上眼 大家闭上眼睛 你和华我的神 你是我的神 我已好处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 我们的好处 不在神以外 我们的好处 不在神以外 2016年 神呼召我们每一个 弟兄姊妹 起来拿起祭司的职份 成为利未人 我们是我的神 我的好处 不在神以外 我们以夜华为我们的产业 我们以夜华为我们的产业 我们不羡慕别人有多少的产业 我们不羡慕别人有多少的产业 我们要慷重而满足于有神 我们要看重而满足于有神 神所良给我们的 神所良给我们的 我们以神所良的为满足 我们以神所良的为满足 我们无他求 我们别无他求 只求神 只求神 并且从神得着神要给我们 而且从神得着神要给我们的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会面对一些难处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会面对一些难处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也会面对世界的隐忧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也会面对世上的引诱 但是 圣灵的声音跟你说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 他们的仇苦必加征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 他们的仇苦必加征 神要我们嘴唇不提别神的名号 神要我们的嘴唇不提别神的名号 也都不要去追随别的假神 也不要去追随别的假神 耶和华是独一的主 是我们的神 是我们的神 圣灵你进入我们每个人里面 让你的声音进入我们的灵里 让你的声音进入我们的灵里 给我们有这个信心和决心 给我们有这个信心和决心 我们活在你的同在当中 我们活在你的同在当中 请大家跟着我来祷告 请大家跟着我来祷告 我们将2016系奉献给神 我们把2016奉献给神 我们与神来立约 我们跟神来立约 亲爱的天父爸爸 我们大家不如跪下 不如我们一起跪下吧 亲爱的天父爸爸 多谢你拣选我们 谢谢你拣选我们 带领我们安然经过2015 带领我们安然经过2015 在2016的第一个主日 在2016的第一个主日 我们来复伏在你的面前 向你来许愿 与你来立约 与你来立约 我们愿意将我们2016奉献给你 我们愿意把我们的2016奉献给你 其实2016年的时间 都是你赏赐给我们 其实2016年的时间 也是你赏赐给我们的 我们愿意全然的尾身 我们愿意全然的尾身 在2016里面 在2016年里面 得着你要给我们所得着的 得着你要给我们所得着的 也成就你要我们去做一切的事 也成就你要给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我们将我们今年的时间交托给你 我们把我们今年的时间交托给你 我们生命所需要的 肉身所需要的 你亲自来供应我们 也都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和事态 也就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和事态 继续对我们来说话 将你生命之道指示我们 把你的生命之道指示我们 好让我们今年能够起来称重你的名 好让我们今年可以起来称颂你的名 传扬你的作为 主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业 主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 让我们在2016年里面 我们从圣洁开始 我们从圣洁开始 你的补血涂抹我们一切的罪 你的帮选 涂抹我们一切的罪 在这个主要更新我们 在这个主日里面更新我们 让我们起翻身 走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一样 让我们站起来 再走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一样 我们向你许愿 与你立约 将2016年全年都奉献在你的手中 把2016年全年都奉献在你的手中 带领我们每一步 带领我们每一步 我们多谢你 我们谢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 多谢神 我将荣耀归给神 谢谢神把荣耀归给神 我们一起再来敬拜 我们一起再来敬拜 再跟神讲 再跟神说 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你和我的神 你是我的神 你是我的神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们一起再来敬拜 我们喜乐的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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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你 你为我执舍 我说的你 你为我执舍 你是我的神 你是我的神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你是我的餐点 我被总编分 我说的你 你为我执舍 这个 Beijing 是我的感情 我也不发生 他在我身前 你为我执舍 你为我乓相 以及为我我 来敬拜 太 Chocolate 我被很成为 我本 land 我被人以外 我被人以外 你为我乓相 faud执舍 我去从你以外 США conception 我坚然 所以 你是爱 在你手中有永远的孤单 你是黄昏的神 你是我的神 我已好处在意外 你是我的神 我们轻松点 我们跳着你唱 愿意你一路 我们都是用轻快的步骤 你是我的神 你是我的神 我已好处在意外 你只能在我里面 我们终一分 我所得的你为我出所 我才能的花 传百在我面前 你披在我右边 我便不出动摇 我才能的花 传百在我面前 你披在我右边 我便不出动摇 我才能的花 传百在我面前 你披在我右边 我便不出动摇 我才能的花 传百在我面前 我也不出动摇 客人 你披在你手中 有永远的孤单 我才能的花 传百在我面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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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你一路 传百的物业 我也不出动摇 我才能的花 我也能的活 传百在我面前 哈利路亚 我将荣耀归给神 哈利路亚 我们也荣耀归给神 祢有主意可以同世说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来跟祂说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奉耶稣的名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奉耶稣的名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在2016年里蒙神的恩典 跟神有亲密关系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恩典 有神的带领 愿你每一步都平安 愿你手中所做的都被神保守 祝福你 充满喜乐 健康 力量 敬畏神的心 与日俱增 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阿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请和你旁边的姊妹说新年快乐 跟旁边的姊妹说新年快乐 20161 愿你更近的更蒙恩 好 请新朋友跟着我们小蜜蜂行 其他我们可以散会了 愿祝福你 请新朋友跟着我们小蜜蜂走 我们可以散会了 愿祝福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新eny